欢迎收看来自新的视 我是彭龙康 在灵堂守灵 是我们中国人 尽孝道的一种表现 但是这个守灵的时候 有很多的规矩要遵守 如果不遵守 可能会引来一些 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 马上来请这些鬼异的来宾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来 郭老师 大家好 祝您念错经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对 什么经是错的 这个有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 大概六七个 那有一天她母亲走了 大姐可能是虔诚的佛教徒 是 她就叫大家兄弟姐妹 守灵的时候 大家过来 专心地念这个 大悲咒 还不是一般的经咒 是力量很大的 大悲咒 任言咒之类的 那当然他们也有请这个藏仪社 就请那个老板说 要做一些作孙 或是做一些功德 回向给他这个妈妈 那就这个藏仪社的老板 他有一个长期配合的 这个老和尚 来了呢 他站在门口 他看了看了 他进去呢 就跟这个 他们这个念经的 这些兄弟姐妹讲 他说你们这边佛光普照 但是呢 他就问他你们念什么经咒 他就说念什么大悲咒 任言咒 金刚经 他说这些经咒不适合太强了 你应该念往生咒 或是念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诸如此类的 这个对往生者才有帮助 你念这个太强了 他一直跪在外面 因为看到佛光普照 往生者就跪下来 他也进不去啊 对 他说这样子不行 就是孝心有了 但方法也错了 对 就是这样 陈文明 你要讲什么 因为我每次问你说 你都不是要讲这个 你今天讲什么 没有 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有这种反应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真的 好 对 林唐前出现灵异印记之后 对 这个厉害了吧 那我今天要讲这个是 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那是我大概第一次接触到这么亲的亲人 然后你才知道说 所有办上室的一切什么细节 比如说 什么换衣服的时候 好像怎么 全家只有女儿可以换衣服 然后什么嫁出去才不行 什么古时候的习惯 老的习惯这样 有一天呢 这个早上醒来 我听到我妈在跟我阿姨说 她用客家话说 我们家是 我妈那边是客家人 跟我小阿姨讲说 昨天晚上梦到我妈就是我外婆 说梦到我妈回来 回来说说什么 她说脚没给她摆正 就换了衣服 有脚没给她摆正 换了瘦衣以后脚没给她摆正 然后我小阿姨问说怎么办 我妈说 没有 那只是做梦了 那只是做梦了 那无所谓了 不信 对 不信 就那天就结束了 大概就隔了两天 我一天我舅舅在骂我小阿姨说 你为什么没有供的那个什么东西 我小阿姨说我有供啊 没有 没有 然后那个小阿姨就问我舅舅说 那你怎么知道 她说昨天我妈 昨天妈跟我讲的啊 昨天妈又回来跟你讲什么 对 然后她还说 妈还说 你们衣服换好的时候脚没放好 讲两次 对 又跟我大舅舅舅舅没放好 然后我大舅舅说 你们是怎么样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然后就去问那个托光阿赛说 我们怎么可以去看一下脚 就后来大人问到了 好 好像真的可以把那个 还没有完全盖关以前 你还是可以移动 对不对 可以 她就把那个移动开来 结果发现我外婆的脚 真的是 她是这样放平的嘛 可是其中一只脚就放成这样 你知道 放成这样躺着 不舒服 对 就不舒服 就来讲 我就只知道说 有这样一个事情 好 结果睡一睡 小朋友的乡下都比较早起来 好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第二天早上起来是我表妹 一起来就在那边鸡猫的喊叫 就叫她妈 妈 你来看地上有什么 那我小朋友就跑过去看 我跑过去看 以前的那种乡下那个房子 它里面的地板是泥土 有没有 很久以前 对 头上厨了 对 都是头上厨了 客厅就是泥土 房间也都是泥土 可是因为里面的泥土是 因为在房子里面 所以比较扎实 我们出来看到什么你知道吗 看到脚印 就从我们那个大堂的那个门槛 从门槛开始 就有脚印印在土上 印出来的脚印就是 一个正常的 一个斜的 一个正常的 一个斜的 一个正常的 一个斜的 走进棺材那边 走进棺材那边 后来我二舅就翻脸 一个家族里好像通常都是 大舅管事 好像出来出事的都是老二 我二舅翻脸 把这些所有阿姨通通出来 叫我骂一顿 好 在童心看了一个时间 再把我外婆的衣服穿好 弄完 好 这个事情才过 这个事情才过对不对 可是我们是亲属嘛 你知道我又在 在已经过了头气以后 我又碰到一个事情是 我们在乡下 乡下小朋友 我刚刚不是讲 小朋友没东西可以玩 能玩什么 就是山里面嘛 竹子 爬树什么什么 有一天我抓到一只炸蒙 乡下抓到一只炸蒙 我不知道 小孩子皮 你知道 小孩子皮睡 所以常常有些理由跟行为 是斗不在一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到最后我是拿着一个塑料袋 里面灌满了水 把那个帐篷在里面这样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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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淹死 后来弄死 然后当天晚上睡觉 我这睡一睡呢 就被我外婆吓起 我睡一睡 梦见我在我自己家的后院厨房的 那个小沙窗这样玩 就一个小沙窗这样 我外婆突然从旁边 就跟恐怖片一样 突然从旁边这样 我真的吓死 后来我醒来 我醒来我就赶快到我外婆的 那个林前上去 去撿箱说 我外婆对不起我 知道我说 不敢虐待这个 不敢虐待这个小沙窗 我以后不会再犯什么的 陈威明 鬼異的要死 来 守灵夜灵堂发出怪声音 然后就意想不到是发生了 王大哥 事实上民国79年的时候 我的祖母去世 因为我是长孙 那么去世的时候 那时候还可以申请 那我们就搭棚子守灵 然后那时候这个 大概我足足守了 守灵守了一个月 本来一开始是说 大家用抽签的轮流 说好排班 对不对 第一个礼拜还有来 第二个礼拜大家就不来守 只有这个时候看出来谁叫孝顺 我整整守了一个月的灵就对了 好 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 在民国79年的时候 板桥另外一个灵堂也是在 等于说申请在路边 路边就设一个灵堂嘛 那么也是一个老先生 然后呢 他也是守灵 守灵了以后 就为了避免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 就是大家讲好要来守灵 你不可以把棺材放在那边 然后没人来啊 对不对 大家就约好 干嘛 四个一起来干嘛 三缺一打麻将 然后打到快要接近 大概也是大概快天亮了 四五点的时候 打一打打一打 就有一个说 那其他三个说 什么声音 每都有听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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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大家觉得怪怪的 那是什么声音 开始找找找 在他们的正后方 那个棺材啊 放他们偶尼桑的棺材的棺材板 咔咔咔咔 咔咔咔咔 然后就移开 最后整个棺材板移到旁边去这样子 那个等于说死者 就是那个偶尼桑 对不对 那个老先生啊 突然间从棺材里面坐起来 然后四个人吓了 那个真的就是 几乎就是尿都尿出来了 老先生讲了一句话 你脖子不要再打了 吵死了 你知道吗 他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他被他们打麻将的那个声音 吵死了 吵到活过来 真的可以吵死了 他的老先生已经走了 已经死了 你知道吗 他已经断气了 已经看了死亡证明书了 然后已经穿衣服了 已经放进去了 全身冰冷了 他又因为那个打麻将的声音 打到吵 吵到他活过来 而且活过来的时候 就叫他们不要再打麻将了 因为那个麻将声音很大声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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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晚上一直打嘛 对不对 他活过来了 他们四个吓一跳 后来发现他不是鬼 不是这样子 是人 你知道吗 然后赶快通知那个 那个他们的父母 对不对 赶快回来 老人家赶快把他赢回来 这是一件当年发生的 另外一件是这几年发生的 在哪里 在嘉义 在嘉义那个 刚刚是老前人 嘉义这个是老太太 老太太在嘉义呢 我们南部有个习惯就是 如果过走的话呢 要把这个棺材 放在你的那个客厅的正中央 然后你也一样 要开始来干什么 祝念嘛 我们要开始祝念 他的子孙 这个老太太的子孙 也是非常的孝顺 所以围着这个老太太 那往生背已经盖上去了 那简易灵堂架设好了 然后子子孙孙就围着那个地方 因为祝念都要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就开始念阿弥陀佛经 这样子开始念念念念 念念念念念念念 念了没多久 有人把被子掀开 然后坐起来 老太太 你不要再念了 你知道吗 不要再念了 很差的 你知道吗 又是被念经的声音 吵到后来活过来 我现在讲的 各位可以上网去查 都是真实的故事 都是真实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我们台湾地区 其实发生过蛮多件的 原因都是因为 其实他还没死 只是因为他归席 他可能是晕过去了 一口气上不来 对不对 就这样走了 然后这种事还比较好 就是说像刚刚那个老太太 他被子掀开以后 叫你不要再念经了 他们赶快打电话 119的那个消防车开到了以后 救护车开到以后 那个消防员要来 两个要来抬老太太 结果要来抬的时候 一看那个遗照 再看看老太太 这不是夕阳吗 把他们吓死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赶快要抬回医院去急救 不过在国外发生蛮多件悲剧的 是什么呢 是个癌末的女孩子 她已经被医院研判 她断气了 所以就买了 买了以后在里面抓 然后里面尖叫 里面干什么 可是等到他们去通知家属 大人来把他开关 人已经死了 所以通常有些人就是因为 癌末 或者是因为 尤其是那种噎到的老人家 有时候还是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东西如果痛的话 有可能就算他停止呼吸了一段时间 有可能因为这样活过 然后一口气又又回来 对 那怎么知道呢 很简单 那棺材板有没有 很多我们其实民间实习署 很多六七年去兼顾以后发现 那个棺材板一掀开 里面全是那个指甲在抓的那个痕迹 就是他没有死 我有看过 没错 那个棺材板翻开来 他的棺材板的背面都是指甲的抓痕 对 表示他还没有断气 他没死 他是活活 后来被志祺在死在里面 因为西方没有守灵 你往生的就几天 几个小时之内要处理掉 马上要活化 那我们中国有守灵 这种现象还会发生 以前讲回光返照 好 接下来小孟老师带来的故事恐怖了 老婆下降头害死小三 这个蛮严重的 因为这个科技业的老板呢 他的他外遇 然后他外遇之后 他老婆发现 因为以前都不晓得嘛 他觉得我一定要找毛山道士或是什么 然后我要去下一些东西让你分开 结果他找台湾都没下了 对 怎么试都没有用都分不开 于是他就透过朋友介绍就说 泰国很像有一个很有名的 而且他是专门在帮人家下那种血降 跟飞头降 据说他去下这种有没有 就是一定会让人家死 而且是在短时间一阶子内 就很凶就对了 很凶 而且你死了之后有没有 就是你的灵魂他永世不得超生 对 然后他做了这个法 然后那个时候酱头师就给他一个粉 因为他的粉是用那种五毒 五种很毒的动物是要去抹的 然后配合是说这个酱头师的筋跟血 都一起调在里面 好 那然后回来之后呢 这个柯基叶的老婆 她就说 那不如你把外面的小三叫回来 我打算要好好的 跟她变成是姐妹的关系 后来她就真的找他回来 这是柯基叶的老板 找回来之后呢 她就命令这个女佣说 我们煮很多的菜什么的 然后还最后甜点就是一个红豆汤 这场鸿门宴小三能躲过一劫吗 广告后告诉你 这个柯基叶的老婆 她就说那不如你把外面的小三叫回来 我打算要好好的 跟她变成是姐妹的关系 后来她就真的找他回来 这是柯基叶的老板 找回来之后呢 她就命令这个女佣说 我们煮很多的菜什么的 然后还最后甜点就是一个红豆汤 康哥你有喝过红豆汤吗 对不对 如果红豆汤加了酱头的粉的红豆汤 用下去吃它喝了之后 隔没几天 哇 在房间里面大叫啊 然后去撞墙啊 然后去胃一直痛一直痛 去照一直光啊 医院照出来 怎么像里面肚子胃里面都是 有铁地 有那个玻璃 医院跟她讲说 明天帮你安排开刀 正要安排的过程 她就已经过世了 那过世之后这个柯基叶的老板就说 哎呦 那你反正要验嘛 要说你怎么死的 她就说不要验因为我要保留她完美的这个面貌 后来这个小三的家人就去守灵 说也奇怪哦 就是本来那个女子那个小三她的头发是短的 结果守灵守了一天之后 她竟然流长啊 这么长这么长 长过这个腰 真的 长到这里来哦 自己长哦 长头发哦 对 那这个也要问郭老师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就是那个指甲有没有 自己长长长长长 然后指甲还发紫 然后皮肤本来是白的 然后变成黑 然后整个身体都是 清一块 紫一块这样子 然后全部的 的那个身体感觉又动了 然后鼻孔还长得那个 就是有点像那种蛆 都长出来 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可怕 就怎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他们还是要坚持把这个磷守下去 后来就是 到了快要头七的时候 这个科技业的老板 他就突然之间用余光摩尾瞄到有一个 就是这个小山就爬起来 对 然后爬起来就是从这个尸体面钻出来 钻出来之后 他就看到身上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然后整个满脸 然后就在旁边的时候都有脚尾饭 就在那边吃饭 吃饭吃完之后 他又慢慢地又爬回去他的尸体面 要躺下去的时候 正要躺就看到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满脸胡渣 然后穿那个灰色的道袍 然后就是平头 然后就是过来 就是拿一个剑 一把剑就是在戳他的那个灵体 后来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这个人 他们就找了 就打电话来找我 说怎么办 我就介绍老师去给给他 后来这个老师也没有用 他辗转的介绍了五个人 后来他们就找到印尼的一个泰国的 印尼的一个酱头师去处理 处理了之后呢 说也奇怪 他就用那个 好几根钉子去钉那个身体 去钉 钉完之后 真的钉子去钉 然后还放两个管子 去从他的那个腰有没有 去戳两个洞 然后去把他放弃 对 放那个湿气出来 还用黑狗的鞋 然后去用那个网子 去把他的那个身体都罩住 然后很奇怪的是 他在练咒的时候 那个骨鲜才会就裂砍 对 裂砍然后香也折断 然后就慢慢就好了 好了之后这个印尼的老 酱头师就说 我要把这些指甲头发要带回去 到那个印尼的庙里烧 对 然后就烧完之后 说也奇怪这个人 这个人就慢慢的皮肤变白 对 然后就好了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的 酱头就解掉了 是 它就解开了 所以东南亚酱头还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所以这是在问那个 我有副作用 是是是 就是我下酱头以后 我会有副作用 你去请老师下 你会有报应 对 因为你把他害死了 是 对啊 那通常那个脸发黑 一定是有中毒的现象 是 你说长指甲 长那个头发 那个通常都是 运气很深 才会这样 不然不会 是 算是思辨的一种 思辨 好 一个亡死的妇人的灵堂 一照流出眼泪来 这个造成那个嫌犯 身上有不同的变化 对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中秋节的夜晚 中秋节 中秋节夜晚 那个一个女性妇人 她就工作完 会要回家途中 她在走在那个 阿里山的一个 那个中浦乡路段的时候 被一个白色车子 然后就撞到 撞到之后呢 就过世往生了 那这个车子的话 它就肇事逃逸 那肇事逃逸之后呢 那这事情发生之后呢 当然就是警方的话 就沿路掉 第二次一次 就发现到是一个白色的车子 可是最 最好 最觉得没办法能够去接受 就是说 通常你本来讲 你撞了人 肇事逃逸之后 通常就落跑 问题就在于 半个小时不到 一个信徒的一个男子 22岁的男子 就跑到了派出所 就说 我刚才有没有撞到人 我来自首 你知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就比较怪 而且另外的话就是 你今天来跟警方自首的时候 你的态度还非常非常的 那种非常正常 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 我今天撞到人有惊慌 或愧疚 或者什么 反正我就撞到人 你来办我就对了 那警察就想说 奇怪了 第一次看到有造势者 有没有 这么样值得一个镇定 这样子 很怪异这样 然后不断的就这样子去 反复的去询问他整个 整个造势过程的时候 就发觉 这个信徒的男的 他呢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是跟现场是不太一样 是不符合的 也就是说 他有可能是来帮人家顶包 就等于是顶包来认罪这样 那警察后来就想说说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开车的人 后来结果这个男的就想说 反正就算被凹了个 完全有个漏洞摆出之后 受不了了 结果他就谈了说 对了 我是帮人家顶包这样 然后就说那到底谁来指使你 反正我就不能说嘛这样子 重点在于就是过了隔天之后 就有个姓廖的男的 这更妙了你知道吗 他又跑到了那个 那个就是这个 李姓妇人那个联堂上去 突然间一到那边的时候 咚就跪下来 跪下来就说 其实车子是他开的 人是他撞 又一个人出来顶包的 这个是不是顶包 这个很难讲 反正呢 他就当时的时候就讲说 反正就是我撞的这样 那自己前面那个信徒是什么呢 是我叫他出来 出来顶包这样 那你是家属的话 你信不信 你已经有一就会有二 对 结果那个家属就开始 就在灵堂里面的时候 就是对往生者就拔背 他说这个是不是他 结果是的话也没有 是的话也没有 就是那个不是的话也没有 就圣杯这样子 结果呢他就直了三次 三次都是圣杯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最妙的地方 第二个的话 因为这个信料的男子 就一直在那边认错 科兹认错 可是他科兹认错的过程中的时候 那时候也有一些记者也到了这样 记者到了的时候呢 结果有一个摄影记者 就从他那个整个的 一个磕头论错的过程中的时候 拍到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之后 有没有 你去看一下哦 你看他背上 他穿那个衣服有没有 一开始前面的时候是浮出一个人的脸出来的 嗯 后面的时候就浮出一个死这个字 浮出一个死这个字 就出现了 而在这个同时时间的时候 有没有 这位往生者的那个 他的那个遗照 开始出现了流泪状态 那你要去怎么去解释说 这个信料的是不是又是个领包的家伙这样 我们是有影片可以大家看的 当时那个电台记者有 所以这个事情是冥冥之中哦 大家不要以为是哦 没有人知道 这个案子哦 警方后来最后的时候哦 他还是就是说 以这个信料的这个男子有没有 用他 用他来作为一个所谓被告 然后把他移送法 罢了这样子 不过 往生者的家 私的家属是认为是说 其实有没有 应该是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不知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有没有 可以让前后这两个男的就跳出来做领包 可是我还真的是必须要这样讲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领包的状态 这样 那个法网会会数而不漏 如果你今天有做一些这种伤天害的事情的话 你会有报应 对 迟早的事 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不过这个遗照哦 还真的很奇怪 我刚刚那个孝晨哥在讲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往事就是 我有一次去那个齐琴他家 小哥以前住在忠孝东路路口那个地方 我也是去齐琴 很多很多年前了 我去齐琴家 然后一清局里面 小哥就招待 招待以后 小哥就叫那个小贤 我想王主贤在家 他说小贤 那个吴明哥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主贤 然后第一次见到他 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 吴明哥 你的鬼故事我好喜欢 我跟你讲 我有一张照片要给你看 你等一下 他就进房间去拿了 然后边拿 他边拿出来 他就边讲 就在外面 就在房间里面边对外面讲 他说那个大陆开放探亲 大概就是二十多年前吧 大陆开放探亲 他陪他爸爸回他们的老家 然后回到老家 反正老人家都不在 然后破屋子一间 所以他最后走的时候呢 就在他们家那个破屋子的大厅 跟他爷爷的遗照 就拍一张照片 他爷爷的照片在这边 他就站在这边 跟他拍了两张照片 他把照片拿来给我看 我看到照片我都杀了 怎么了 他一共拍了两张 其中一张呢 那张是五孔流血 嘴巴流血 耳朵你看不到 五孔流血 可是等于同时是 快门 两张 一张是五孔流血 一张是正常 然后他说他 因为那个年代不是 我们拍了马上就可以看 是拍完要洗照片 照相馆出来才可以看 所以他拿到照片 他就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 然后再去问他们老家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张照片 爷爷当年到底怎么样 他们家爷爷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这边家 反正不要怎么弄 死坏爷爷是自杀死掉 死的时候就是七孔流血 这种事情就没办法解释 接下来就是 烏鸭嘴塔罗占卜 今天是小默老师在担任 好 来 恐怖塔罗占卜撤什么 我们先选是不是 对 我们先选 好 各位 看顺眼的就选 好不好 来 文明哥要选 我要选一号 一号 一号 正点 辣 是是是 等一下 孝晨你先选 三号 三号 我一号 一号 一号 我四号 四号 逼着我选二号 你看 你们这些人 其实我也蛮喜欢一号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 题目是什么 好 首先我们先来公布 题目就是 最近你在哪方面会阵亡 小心要搭射林区 真的吗 还是我先打到 白云就要帮我搭好了 喂 是 我们首先先来揭晓 唯明哥 因为你选到的是第一张 对 我们就先来看看 第一张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你看这张牌中有一个主角 他正在看着坟墓 但是 他很孤单的感觉 对 你看 都没有朋友 所以代表是什么阵亡呢 哎呦 原因是什么 他没在爬 现在孤独歧视 是 为什么这么说 我帮了你把八卦 不是 应该这么说 选到这张牌的人 像唯明哥 你有个地方很软 我有个地方很软 对 就是心太软 是 所以大概是什么 怎么这么了解我 没有错 如果说朋友想要找你帮忙 或者是说请求你 你就会觉得说 人家都这么好 而且你好客 所以就会帮了别人的忙 帮了之后 还帮错了忙 被朋友觉得说 你没有帮好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误会 是 那第二个状况就是 如果有人跟你讲一些八卦 你就不要再讲出去 要不然比较容易会有 八卦留言产生 是 还好 八卦都不是从我这出去 那我们看看八卦留言 是怎么讲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康哥选的二号 那是被迫选 对 你看这个二号这张牌 有一个人躺在棺材上 对 所以什么会阵亡呢 健康阵亡 原因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要求完美 精神过老 不得了 对 对 为什么 因为选要这张牌的人呢 像康哥你有个左右迷 就是要求完美 对 所以什么事都要做到最好 对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不是肉体上的类 是精神灵魂体的类 对 所以最近 一定要好好的休息 要不然比较容易 会有这种过老 甚至 那我先睡一下 你不行 你不是在这里 回家 对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张牌 就是我们的孝晨哥选的 我哪里卵 很好 这个不是喔 对 我们先来看这个牌 你看有一个男生 正在咬一个女生的脖子 对 这代表什么阵亡呢 我们来揭晓 就是爱情阵亡 对 原因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知道 孝晨哥是单身嘛 对 不要说单身的人就没有 如果你是单身者的话 要特别留意 最近要来找你 或者是你要去相亲的人 对方可能已经有别人了 被骗 你就会被骗 等到你发现对方也就走了 那第二个状况是说 如果你是已婚者 要留意 会有人跟你搞曖昧 这个人搞曖昧 是要利用你的金钱 或者是利用你的一些 民气 民气 等到利用完之后 一脚帮你踹堂 对 要特别的当心 是 再来我们来看 第四张牌 就是郭老师选的人 好 你看 有很多人在喝酒 但是这个不是酒 这是喝血 对 所以 代表是什么阵亡呢 金钱阵亡 对 原因是什么 最近如果说 像观众朋友想要去买屋 或者是要买一些 贵的东西要小心 比较容易会有人说服你 买贵的 所以等到你发现之后 才知道说 原来我买的不是那么便宜 那你就会悔不当初 那第二个状况就是 如果你最近要出远门的人 要小心 比较容易会有罚单上门 或者是钱包掉了 或者是信用卡被盗刷 罚单这个是真的 是 因为我前两天 有被照到 我身处照一下 还没寄来 郭老师 已经变成上这个节目的传统 是 也被拍一张 是 恭喜 对 不过过是不用担心 因为接下来还会再有 所以你还是要小心 还会再有 不要担心 以后就是凭交通罚单 来确认通报 你要不要找你 不然是要小心谨慎 好 这个以上 提供您参考 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我们中文 非常重视头七 对 好像头七魂都会回来 那这个故事就是 发生在头七 就是不孝习会被教训 对 其实第一天 人只要一往生 当然就有很多习俗 就是说 比如说要烧纸钱 给他过路费 还有香不能断 这都是基本的 因为有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民俗信仰不一样 所以也会有一些不同 不过中国人大概都大同小异 那头七都是往生者 会回来看家人的日子 那 以前我遇过一个朋友 他这个大儿子 就是 大儿子跟大媳妇 就在世的时候不孝 然后不孝也就算了 又跟婆婆住在一起 在世的时候 就婆媳问题很严重 就一直吵架 为了钱 为了教育 小孩子教育什么问题 一直吵架 所以在世的时候 他这个婆婆也认为说 他这个大媳妇不孝 往生之后 头七 刚好轮到他们大儿子 跟大媳妇守灵 到晚上十二点 他看到 他的灵堂那边 出现了一只鹅 就是飞鹅 那昆虫一般人家说 这是不是死者 往生者回来了 那那个小孩子就说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只飞鹅 停在那个 往生者的那个照片那边 那他们就 其实 那个媳妇做贼心虚的 可能他真的不孝 他就害怕 那害怕就去叫他老公出来 说 你要不要先给他上个香 然后他老公就给他上香 上完香呢 插上去之后 他这个老公呢 他这个媳妇看到他这个老公呢 他的脸是变形的 嘴整还是这样 一百 这个没有一百八十度 就九十度旋转 嘴到这边来 整个脸啊扭曲的 然后呢 声音变成他婆婆的声音 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然后就跟这个媳妇讲 你这宅心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 又给他臭骂一顿 那个媳妇吓到 当场跪下来 然后跟他妈妈说 赔不是啊 不好意思 怎么怎么 就跟他妈妈 骂了几分钟之后 他老公的脸才慢慢又这样转正 慢慢转正 那个声音才退掉 死了都要回来骂媳妇 就是看这个媳妇多不孝 多不孝 所以说这个 这个老人家在在的时候 能尽量尽量 尽量就是顺他的意 对啊 对不对 那个这个何必呢 何必搞得 不然就不要住在一起 对 把人家搞得这么气干什么 对不对 崇文明 为什么会有人替自己守灵呢 这是什么样的游戏 这不是实际上 你听完就觉得心酸 恐怖 你现在听完就觉得 你现在是幸福 真的 是 因为什么样会帮自己守灵呢 这个 别的兵衣馆我不知道 这个 新北势力兵衣馆 就以前台北县的 那个兵衣馆 那个兵衣馆 在那边办过商事的话 你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灵堂 通常我们不是有一个仪式 是最后 我们要绕着亲人走一圈 然后最后亲人要抬走 所以我们要从后面 只有家属要从最后面走 对 你最后面走的时候才发现 后面那个走道的空位呢 他就摆了很多的灵位 那些灵位是干嘛呢 就是各地方政府就是 应该怎么讲 应该讲体恤那种 孤苦无依的人吧 就捡到那种 没有亲人那种 那个市政府就是统一 共在那边 一排这样 那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那个藏仪社 做那种礼仪的那个小姐 那礼仪在台前 我们看得到的灵堂的部分 他们要装得很规矩 像饭店服务一样 神师很规矩什么样 可是一进到后台 他们很 一进到后堂 他们肯定要跑去干嘛 跑去通知什么什么 很忙这样 我这个在李仪社工作的女性朋友 在那边工作了非常非常多年 然后呢 他有一天呢 就在忙碌的过程中 经过那个后面的 总走道的那一排 公 没有清楚的那些孤独的人 第一个 他一经过那个 那一排嘛 他一经过那第一个 准备要往前走 一经过 就看到他插的那个箱 就是人家刚供上了一箱 啪 就这样掉下去 他掉下去 他是很忙 经过去 可是一经过呢 就那个直觉想说 那这没有人的 我再帮你补上个箱好了 可是补上个箱 不能把原来那个箱 拿起来把它插回去 你还要再点 那他很忙 他还是一这样 好吧 这样点吧 插 插就忙他的 忙他忙 忙到呢 就是当天 工作完回家家很累 因为葬姨说 一天要搞好几场 工作完很累 很累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就睡一睡 就是快要到天亮 要醒来的那之前的梦 记忆最深 他就突然被一个梦下心 他突然一个老先生 就在梦里面 就梦里面都是 突然来一个突然来一个 他梦里面是 突然来一个老先生 很和蔼的看着他 谢谢啊 老先生是谁呢 特意当梦里答谢 又是为了什么事 有没有病 即使是因为 没有病 故障 都不睡 同医生 天亮 要醒来的那之前的梦 记忆最深 他就突然被一个梦下醒 他突然一個老先生 就在夢裡面 就夢裡面都是 突然來一個突然來一個 他夢裡面是突然來一個老先生 很和蔼地看著他說 謝謝就沒了 那他就醒了 醒了以後呢 其實他們在 我這個朋友他在藏儀社做事 他們其實碰過很多這種 類似的事情 所以他沒有覺得特別奇怪 他就繼續工作他的 有一天呢 我這個朋友 他又是忙一忙 又經過這個地方呢 他兩邊有那個假的小花有沒有 就是一個樹枝 上面貼一些指甲 他經過那個花又啪 又掉了 他又是想 怎麼又是這個 你第二次就看一下那個靈位 這個人還在這樣 再把你插回去 再點個香 不好意思 我馬上去了 啪 就走了 走一走呢 他當天 下午送完有一組的家人 要出去火葬場 他準備要把這個靈堂弄完 再繼續拆的時候呢 在拆的這個過程中 這個過程中間 拆拆拆拆 突然就有個老先生說 要不要給他倒沙槓嗎 突然有個老先生 要不要給他倒沙槓嗎 他在忙的時候 阿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自己來就好 那個老先生就跟他說 我要走喔 多謝多謝 然後那個小姐講 那小姐就以為說 我那朋友就以為說 你要幫我忙 我不要你幫忙 就說謝謝 要走了嘛 阿伯 沒關係 謝謝 再見 再見 他就忙了 到了晚上回家他也還想 他才想 不是那個 跟我謝賢那個男的 跟我夢裡那個男的很像 然後這個時候才一想 我在供的那個 我有一次幫他掉了香 再幫他補插一個香 那個人好像也這樣 結果他就 他就已經下班了嘛 好奇心 他就往那走過去 往那走過去的時候 剛好那個照片 啪 掉下來 就剛跟那個瑞德哥講的這樣 不是 跟那個孝晨哥講的一樣 那照片就突然 啪 就這樣倒下來 倒下來 他正要手上去拿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來了 就是有工作人員來說 小姐沒關係 到今天的年了 我還要收了 他就過去要把他收 他就站在那邊嘛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一過去 把他照片要收對不對 他倒了嘛 照片你要先拿起來 他照片一拿起來 我那個朋友才一看 就是那個男的 因為孤苦伶仃 沒有人幫他收 自己在自己的臨前收 是 這個孤苦伶仃真的是 寂寞 對啊 所以有人捐棺材嘛 所以當作有功德嘛 剛剛有講到八卦 那就有人太愛講八卦 結果呢 母親的亡靈就在 靈堂裡翻臉了 對 沒有錯 這個有時候 到底人事間 到底這些事情 有沒有很難說啊 為什麼呢 這個我母親 她因為連續中風啊 所以呢 後來就當了兩年 辦了職務人 後來有一天就睡覺中就走了嘛 那走了以後呢 那當然我們就 把它弄那個靈堂 大概 靈堂大概維持得快要一個月等等 大家當然就輪流 然後有空就過去 那我們在我們台灣守陵的時候呢 還要拜飯 拜坑啊 拜飯就是把它當作三餐 把它當作活著一樣嘛 那你要那個處理 現在因為 除了你自己帶水果之外 那麼現在很多的禮儀公司 會幫你處理了很多的 這個蔬菜啊 等等這樣 但是呢 拜完飯了以後 你要經過一個 等於說一個程序 然後這個程序 通常他們有個專業術語 他們通常會講說 夢靈啊 那現在你怎麼樣的 你沒辦法開口講話 到底怎麼樣 但你可以用擲筊嘛 那擲筊 現在都用兩個十塊錢的硬幣 來取代 我們真正的筊 它是最簡單的方式 那就知道 有筊 太筊 有筊嘛 就比如說OK啦 OK 那我們就可以 好 拜飯OK 那就去 有的地方可以燒一下 這個金子等等 那那時候呢 這個你要知道嘛 守靈的時候呢 最無聊了嘛 對啊 又不像現在說手機拿起來 叮叮咚咚 大家都在玩手機 對不對 那又幹嘛 除了他們會折一些蓮花之外 就會聊天 就會聊天 然後呢 我們六個兄弟姐妹呢 我們就聊一聊 聊一聊 就聊到 那天剛好是我跟我太太 還有我大姐三個人 然後就要聊天聊天 那我們在聊其中一位 我們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位就對了 那那一位剛好是我媽媽最疼的人 那我們在聊他的八卦 整整聊八卦 就很開心這樣子開玩笑這樣在聊 聊一聊要看時間 那個香也過得差不多了 那拜飯差不多了 那麼也要去擲筊 那因為我是長子啊 就由我去擲筊嘛 那就拿起來跟這個媽媽講一下 大概吃好了沒有 然後這個有的話呢 吃好了有個筊給我 下去 沒筊 那就還沒吃飽 那就再等一下吧 等過了五分鐘以後呢 再去問一次 沒筊 我告訴各位 我們過年的時候 那個廟宇不是有擲筊嗎 連搏 我記得有一個連搏 十三個筊 就可以把一輛叫出來搬回家 我可以去試這個手氣 我連搏十七個筊 都沒有筊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然後後來就換我太太來 也是沒有 因為我的個性是說 這就是個機率的問題嘛 一定會 我一直弄一直弄一定會有嘛 十七個都沒有 那就不對了 那就換我太太 也是沒有 換我大姐來也是沒有 後來我大姐靈機一動 她就改問另外一個問題 就問我媽媽說 你是不是不喜歡 我們在靈堂裡面講 這是我們兄弟姐妹的八卦 好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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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筊 你知道嗎 然後再問她 那你要怎麼樣 是不是我們不要再講了 你就OK了 然後下去 下去 下去 三個筊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我們就大家就知道了 好 就不提了 以後接下來日子裡面 我們也不在靈堂裡面 講這些八卦了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你說有沒有 我無法理解 為什麼呢 因為十七個筊 我一個人連十七個筊 全部都沒有 我無法解釋為什麼 就機率來講 那個機率未免太低了吧 其實就我這個經驗 人往生在辦喪事那段時間 那個是很準的 那個筊 你怎麼問都準到不行 包含你要問她什麼東西 放在哪裡 地氣放在哪裡 你問她是不是在誰 你一直問哪幾個地方 你問她是不是在這邊 如果她跟你講是 你去找一定有 很準 那個不會很準 不會給你隨便亂 亂回答 現在就是有時候 像這個要燒給往生者的東西 畫給他們 有些東西你拿去問 你要不要這個 她不要 要不要這個要 其實是有差別的 有 接下來講這個 死者頭七 她在靈堂顯靈了 暗示警方可以破案 對 這次發生在新北市 她是一個冰糖攤的老闆 她後來被人家發現到 她是被人家用亂刀砍死之後 然後再澆汽油 然後把那個屍體燒掉 再燒掉一半這樣 那一定是有很大的冤仇 才會有這個樣的情況 但問題就在於就是說 這個病人她老闆 當時被殺的過程中 他附近沒有監視器 她那個病人 她裡面也沒有裝飾監視器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 凶險到底是誰這樣 那當然就是警方知道 這個死者身份的時候 就開始在查她的一個 就是是不是跟人家 有結怨結仇 或者是有些什麼 什麼桃色糾紛 什麼類似這種情況 她就去查 查了半天之後 就一直找不到一個 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方向 只要說她有 的確是也有所謂的 跟人家有金錢糾紛 但是她也有小三 有感情上的糾紛 而且那個小三 還是有夫之婦這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是鎖定的那個 就是這個小三的那個老公 是不是老公知道 發現到她老婆偷人 然後就把一個宅 後來發現也不是 因為不在場證明 那警方就一籌莫展 後來在頭七那一天的時候 那個小隊長 就偵辦這個案子的小隊長 就帶了她下面兩個 兩個自大員 然後就到林堂去 她說看看 因為已經找不到方向 看看有沒有辦法 能夠再拜一下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拜一拜完之後 就有找到那個線索這樣 結果那個小隊長 就上完箱 然後悼念之後 就要走出林堂的時候 從她就看到 從林堂裡面 就有一顆大概這麼大顆的 一個那個綠色的光球 那個後來電視台去調那個 林堂附近計程器也排到一次 就從那個林堂的那個 上面這個頂棚的位置 就飄出來 飄到了那個什麼 那個小隊長的前面 繞了一圈 就不見了這樣 所以不見了之後 那個小隊長就想 哇 顯靈耶 往生者顯靈 但會如何抓兇手呢 更多精彩內容馬上回來 那個後來電視台去調那個 林堂附近計程器也排到一次 就從那個林堂的那個 上面這個頂棚的位置 就飄出來 飄到了那個什麼 那個小隊長的前面 繞了一圈 就不見了 所以不見了之後 那個小隊長就想 哇 顯靈耶 然後呢 而且那不是螢火蟲 螢火蟲沒有那麼大K嘛這樣 然後就想說 會破案 他就跟他講說 一定會破案 問題就壞都壞在哪邊 你連胸前是誰都不知道 你連明確的這種 所謂的這種 凶殺的這樣的動機都找不到 怎麼會破案呢 當時後面 後面他下面兩個下屬就想說 你在開什麼玩笑 後來之後那小隊長就回去 他就想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當初也來查那些方向的涉案 尤其有前科記錄這些有沒有 這個口卡通通掉出來 我們看一下這樣 就看 那拿到第一份沒問題 第二份也沒問題 拿到第三份的時候 那口卡上面都會有那個照片 就我們一般看到那種就是 這些這些 直接犯過罪的這些 露間前拍的那個照片 第三張的時候有一個姓陳的男子 他那個照片突然間就反了一下光 就好像那個照片上面有裝了一個LED燈這樣子 就這樣反射了一下 他反射一下的時候那時候小隊長講說 因為他晚上看 想說是不是因為燈光照 或者是眼睛花了這樣 他看了一下就想沒什麼了 然後再擺在旁邊 在拿第四份起來的時候 眼角這個漁光就看到那個照片 又反了又一次有一個漁光 就閃了一下這樣 閃了一下之後他就想 有沒有可能是他 然後就把他給再拿回來看 當時的時候就帶著那個 是他員 然後就到了這個姓陳的這個 住的那個地方去 住的地方去的時候 一開始就敲門 敲門之後結果 那個姓陳就在睡覺 一打開來之後呢 看到警察表明身份之後 連狡辯都不狡辯 他說你們怎麼會找到我 直接承認 直接承認 你怎麼找到我 他說就是你 反正就是 那小隊長就說反正就騙嘛 先騙再講就把他帶走 帶走之後呢 結果後來之後 原來是這個樣子 他們之前 姓陳的跟這個便當湯的老闆 他其實是有金錢糾紛 其實錢不多耶 才12萬 那12萬他要去討 那討了之後 結果有時候 我奉勸很多朋友 你在跟人家發生爭執的時候 千萬不要講那一句話 就是要錢沒有要命一條 嗯 就是這句話一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 這姓陳 反正他身上正好就藏著開三刀 本來一開始打算 所以就嚇 就沒想到後來之後 就腦羞成怒 兩個人有點真的把他給砍死 然後根據這個兇險的一個說法 其實有沒有 他的焦氣油在燒這個廟頭老闆的時候 其實那個廟頭老闆還沒有斷氣 還沒斷氣 活活燒死 活活燒死 演到老玩家那個白日之後呢 在那邊後悔 是沒有用的 好 今年謝謝大家